尽管面对越演越烈的超额持股指控 但是反弹会首席专员丹斯里阿战巴基 却横眉冷对千夫指 重申他没有犯错 更不曾滥绝牟利 因此将以清白之身 坦然面对一切调查 阿战巴基今天到吉隆坡的 曾江河碎水池巡视后 受到媒体追问纠缠他的丑闻时 斩钉截铁的否认 一切加注在他身上的指控 他强调已经做好准备 面对反弹会投诉委员会 还有反弹会顾问团 随时可能传照他对超额持股事件共证 阿战巴基表明 他将坦荡接受调查 因为自己从来都光明磊落 没有任何事想要隐瞒